在永和市區有一家不一樣的少辣店 你知道嗎 在永和市區有一家不一樣的少辣店 這家店呢 可是在電影聽說裡出現的 讓我們一起問問店長 這家店到底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吧 去初他們在早上找了很多家店 那我們這家店的風格跟感覺 剛好是適合他高音的味道 所以後來他們再跟我們談這個區域 談的過程當中大家都還蠻愉快的 那我們覺得說電影工業是需要贊助 當你走進店裡 不但能看到女主角陳奕涵牽手繪製的便當圖畫 當你走上二樓 還能看到男主角彭一燕的房間 還有劇組留下來的許多電影道具等你來挖寶呢 對 蠻多廣本來詢問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這邊是聽說的拍攝片長 還是說你這邊有見證 聽說拍攝嗎 然後不然又掉海報 那我們只有基本上滿足客人的虛擬 無間位置是 現在是蠻有特色的 聽說為主為一個核心基點來做發展才蠻有特色的 不過以民最關心的 還是電影裡出現的愛心便當 這裡吃不吃得到 愛心便當 即便當不是我們店裡煮的 本來裡既有的東西 是男主角做的女主角吃的 那這個東西可能我們也在跟店裡協調 我們能不能販售這樣用上去 如果能販售 假設未來能販售 我們可能採取預約的方式 就是沒辦法從你來的直接做 那是我們這個不一定的方式 這家燒辣店已經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甚至有網友要糾纏的一起來吃 newtook記者黃陽明開訪報導 我們來看見你們的朋友 你們剛剛這麼做了 有嗎 你們也會想說 我跟你們一起訪問 你們我們好看 這就是一個加油 有嗎 我們就可以了 我平日快樂 我們來看見你 對了 我們來看見你